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民国时期的有名的人物 这位老师称得上是一位史学大家 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位史学大师 后来被蒋公钦点从政 历任驻苏联大使 驻联合国大使 驻美国大使 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驻外大使 但是很可惜 这位老师最后是德行有亏 身败名裂 不但丢自己的人 也丢国家的人 最终是羞愧而死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人就是蒋廷福先生 蒋先生名字里的那个福字非常的难写 在字幕里大家能看见 那笔画加起来得够30个笔画 什么意思呢 这是过去老师的那个礼服上 精美花文的意思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生平梗概 蒋廷福1895年的12月7号 出生在湖南的邵阳 10岁的时候到美国基督教办的一个学堂去读书 1911年16岁的蒋廷福受洗 加入了基督教 并前往美国去求学 说来那个时候出国留学那也是真够糟的 16岁就糟了 他先到密苏里州读中学 当时还是半工半读 1914年19岁的蒋先生就进入到了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 主修历史 24岁的时候进入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攻读历史 192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28岁的蒋廷福回国 担任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 蒋廷福那是当时罕见的 深受美国教育影响的一个中国人 他是第1次 把西方史学的研究办法带到了中国 并且系统性的构建了历史课程的体系 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就开始崭露头角 这就算是出了名了 34岁的时候蒋廷福应邀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他开始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全面改造了这个历史系 当时他不拘一格 从外部引进了大量的一流的人才 当时呢 像雷海宗先生 陈音阙先生 吴涵 肖一山先生等等 包括算上蒋廷福本人 他也是大学者之一呀 说到当时的这个阵容 那全是各个领域里面 鼎鼎大名的学术权威 918事变之后 当时国难当头 蒋廷福呢经常发表对国家政治的一些看法 因为他的见解读术一致就引起了蒋公的注意 三次特意召见是诚心严览 1935年 蒋廷福正式辞去了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 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 加入到了国民政府 当时他的职务是 行政院的政务处处长 1936年蒋廷福出任驻苏联大使 但不久之后 西安事变爆发 蒋廷福呢也没有请示组织 也没有请示领导 擅自就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指责这个西安事变就是苏联指使的 当时引起了苏联强烈的不满 不久之后蒋廷福就被召回到了国内 在一段短暂的闲暇时间里边 他手边呢当时也没什么参考书 几乎全凭记忆 一鼓作气写完了一部大刚性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书呢尽管只有几万字 很多人称它是小册子 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评价 说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本开山之作 第一次没有过 是以一种世界史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历史 这是在当时前所未有的 说到直到今天 这本书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本重要的入门书 蒋廷福呢因此也被誉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拓荒者 我在国内的箱子里呢还有这本小册子 很早的时候我就读过 在我的记忆里啊 他的整个的脉络是呢 梳理中国如何从一个乡土社会 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国家 大致的意思 就是中国如何从一个朝廷 变成一个国家 这个思路这个角度 在1938年的时候 这可是全新的 我印象里呢在那个小册子里 他对林泽徐的评价 对太平天国的剖析 对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分析等等吧 都非常的有见识 里边的一些结论和观点到今天 同样那也是立得住的 但毕竟呢 这只是一本200多页 就是一个大纲性的东西 原本呢蒋先生计划未来他要花10年左右的时间 把这本书彻底完成啊搞成一本大书 但他后来一直忙于公务这件事呢就未能如愿 但是这本书啊这本小册子 还是展现了他的那种近代化的视角和思路 这一点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你像后来的费正清先生等人 都是当年蒋先生的 追随者是他的学生 所以说呢说这位蒋庭福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师 无论是他的教学经历和他后来达到的学术高度 确实是 实至名贵的 1944年蒋庭福呢出任联合国善后经济总署 中国代表 1947年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 当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之后 蒋庭福呢又继续担任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 时间长达14年之久 当时呢他联合西方国家的代表 极力阻止中共加入联合国 多次在联合国大会上 痛斥苏联你就是共产帝国主义 1956年的3月蒋公授予蒋庭福一等清云勋章 1961年蒋庭福就改任中华民国驻美国的大使 同时还兼任驻联合国的代表 从这段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蒋先生 可以说那就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驻外大使 在这中间呢还有过一段重要的插曲 1949年5月的时候 当时的南京和上海已经相继被共军攻破了 美国这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当时为了力挽狂澜保住最后的一线希望 蒋庭福呢当时在美国是积极的谋划 他试图创建一个以胡适为党魁的新自由派政党 美国人认胡适 他们想组织一个新的内阁来换取美国的支持 让美国继续的出钱出力 不要就这么抛弃中国 蒋庭福当时讲 这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的一张牌了 然而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不切实际 异想天开的方案 蒋庭福的最后的努力 以失败告终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人为中华民国可以说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努力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所以总结这位蒋先生 无论是学识做事还是外交 那都是民国时期一个出色的人物 但是很可惜 这么一个人物最后他就竟然栽在了女人上面 让自己是德行有亏 最后丢人现眼羞愧而死 下边就给大家讲讲这段公案 蒋庭福的太太名叫唐玉瑞 上海人 大家注意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唐玉瑞年轻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厉害的 当时在金陵女子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是第1名 后来进清华还是第1 后来选那个富美的女留学生 10个人里边还是第1名 到了美国以后一路辗转 最后就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社会学 在这儿他就遇到了蒋庭福 这俩人从这时候 就好上了 这唐小姐家里呢有钱 一直帮助小蒋 最后小蒋拿下了哥大的博士学位 这唐小姐那也是有功的 学成之后两个人是携手回国 就在轮船上 俩人的劲儿上来了 俩人突然跑去找船长 请人家来为他们主婚 结果这一对有情人在满船游客的祝福之下由船长证婚 当这个船抵达上海的时候 那位唐小姐就已经 变成了蒋太太了 俩人的婚姻呢28年 育有二男二女 按说这也挺好的呀 但最后还是出事了 说到出事的起因呢竟然还是因为打乔牌 蒋先生自己是乔牌高手 所以经常约朋友到家里来打牌 其中有这么一对 那小先生呢是蒋先生在清华时的一个学生晚辈 那个小太太长得漂亮眉目传情 牌打的也好 他的名叫沈恩钦 你老这么打牌 这打完牌还要留吃饭 旁边的那位蒋太太 那位唐玉瑞就看出这里边有毛病了 但大家呢又都是有教养的人 这话又没法说出口 所以这个唐女士 只得是暗中流泪 但后来呢 这事是越来越没意思 蒋听福把这夫妇二人就调到了自己的手下 结果又把人家小先生 给发到了国外 就把这个小太太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后来甚至呢他到巴黎去开会到美国去开会 就跨着这位沈小姐出席各种的外事活动 到后来蒋听福到美国当联合国大使去了 那就直接和沈小姐就双宿双飞了 说到这时呢沈小姐已经和自己的小先生离了婚 蒋听福呢这边在美国也找了个律师来办理自己这边和太太的离婚手续 这手续还没办完他就和沈小姐直接在美国的康州两个人就结了婚 没想到这边的唐玉瑞这位蒋太太他不同意离婚 于是就向纽约法院提起了诉讼 但是蒋听福呢他是外交官嘛 在美国他有外交豁免权 这法院还不予受理 等于到这步这就太欺负人了 而且这还没地儿讲理去了 当时已经忍无可忍的唐玉瑞终于那就是爆发了 刚才前面讲了这位女子可是上海人 惹了上海女子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法院不管 得那咱们就找组织 当时何仲社的报道 蒋夫人唐玉瑞 上书请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来协助解决她的婚姻纠纷 但人家联合国呢只解决国际之间国家之间的纠纷 您这是自己家的事我们联合国不管 不管是吧 这时已经出离愤怒的唐玉瑞就上演了闹场的好戏 这在当时的纽约那可是出了大名的 于是乎就在联合国大门的门口 这唐玉瑞天天举着个大牌子 上面什么都写 衣冠禽兽之类的吧反正这些话 是抗议示威 吓得那个蒋亭福都不敢从正门走 每次呢把车开到地下车库从那走小门回自己办公室 之后呢是不论蒋亭福在哪开会在哪演讲 在哪参加什么酒会餐会 是总有一个女人不请自道 而且每次 都坐在第一排 一看见蒋亭福露了面 那是当时站起来都大声喊他这点事 是拼命的往那个蒋亭福跟前就冲 我就跟你拼了 后来有人也奇怪呀那为什么每次 唐玉瑞对蒋亭福的活动 每次都赌得这么准呢 当然后来知道了 这是因为在代表团里边他有内线 有人非常同情的 唐玉瑞呢还给胡适等很多的文化名人 人写信控诉当时闹的那是满城风雨 这在当时可是露了大脸了 现眼 现到了联合国是走到哪闹到哪是没完没了 每次都搞的是场面极其的难堪 当时这在国际社会就成了一大笑柄 不但他们自己是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更是丢国家的人 这在当时的纽约和台湾那都是非常轰动 台湾方面一看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就和蒋先生商量要调他回国去工作咱们躲一躲吧 但你像驻美大使联合国代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这也不是说说走就走得了的呀 那边你找人接你得有合适的人 而这时的蒋听福每日里是心情郁闷他没脸见人 已经忧郁已经抑郁得了癌症 结果没几个月他就窝囊死了 到最后离退休还剩五个月 当然当年那本念念不忘的那本大书也就没机会写了 甚至这么大个人物连自己的回忆录都没写完 死时只有69岁 有好友呢后来感叹 说想当年蒋听福先生在联合国 为维护中华民国代表权的那些精彩的辩论 铿锵有声 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了一个接一个的胜仗 真敌得过百万雄狮 如果他没有自己婚姻上的不幸和困扰 也许还有好几个胜仗可打 还有好几本大书可写 至少他还可以多活个十年八年 这是他好友对他的评价 在蒋先生死后14年 唐玉瑞女士病逝于纽约 在唐女士死后三年那位沈女士也受众于台北 蒋听福死前呢在自己当时两位使馆同事的见证之下 立遗嘱分配财产 一半给了那位沈女士 另外一半给了还没有离婚的唐女士 当时观者见状 勿不叹息 叹息声众我们也评价几句 怎么回事 过去说呢叫出洋相 我想蒋先生最后的这段遭遇 这就是典型的出洋相 在联合国成立这么多年的历史里边 蒋先生绝对那就算是知罪之一了 有这么一段事 这可是空前绝后的 之前没有 之后到今天也没有 说到当时的这三个人都是应该遭到严厉的 批判 咱们先说主角蒋先生 过去那四书五经四书里的那个大学里边讲 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 一切都要从修身开始 但这话还没说完 在大学里接着讲 欲修其身者要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要先成其意 这里边还有话 说到蒋先生夫妻 那和很多人也是 一样的 也曾经是年轻的伴侣 也曾有过浪漫的年华 两个人是相亲相爱 成家育子 结果到最后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从16岁就受洗的一个基督徒 却放纵自己的欲望 个人膨胀 最终是背离了夫妻之意 背离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当然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到中年婚姻破裂的 这个原因很多 无从指责 但是咱们看这位蒋老师 在这件事里的整个的过程 实在是不堪入目 搞自己学生的太太 最后呢 你这还没离婚呢 对不对 您就和第三者在那结了婚了 严格讲你这是犯了重婚罪的 这个行为是非常龌龊的 只不过呢 你身为一个外交官 当时没法办他就是了 你这就是犯了重婚罪了 说来呢 那真是网读了那么多的书 那么多年他还教书遇人 满口的人意道德 结果到自己呢 很多人呢 其实都一样 读了那么多的书 结果只停留在嘴上 都没往心里走 没往心里去 嘴上是光荣伟大 举止却是一塌糊涂 说到这样的读书人 我们大家见过的那恐怕太多了 所以说呢 这么大的一个民国大师 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外交家 最后竟落得这么一个地步 是丢人现眼 名声尽毁 我认为纯属就是活该 纯属就是自作自受 说到这位蒋先生在我眼中 那可不算是什么人物 说到那位沈女士呢 这大概就是所谓传说中的那种 红颜祸水了 网上有她的照片 她和蒋先生两个人的合照 说到人呢 确实长得还是不错的 但这行为确实是有问题的 但是看在这人已经过去的面上 更多的话呢 我们也就不说了 说到那位有礼的唐女士 其实也应该遭到批判 像当时她那样的处境 碰上一个这样的丈夫 人心已去 何必还苦苦纠缠 就算是心中的这口气难咽难消 但跑到联合国大门口去闹场 举着个牌子 然后追到各个外事场合去撒泼 你可知这么做 她不但丢你自己的人 也丢那个男人的人 更丢这个国家的人 而且你闹了半天 于事无补 纯属就是相爱相杀 互相毁灭 这不就是同归于尽吗 想来呢 这样的女子平时那也是够强悍的 这也难怪丈夫是抛家舍业 就是顶着雷 我也要找一个婉转温柔的 说来呢 摊上旱妻如此 其中的那个痛苦 大概也只有当事者才知道 才能够体会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说来这三个人的悲剧 就是一段孽缘 一旦相遇 可能那就无法排解 无法避免了 说到女人的事 女人的事我是不懂 这个咱们没有办法评价 但说到男人 滚滚红尘 谁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 所以在遇到事的时候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 别图一时之快 别逞一时之快 因为凡事它都有个两面性嘛 快乐的另一面 往往那就是刻骨的痛苦 所以说凡事那都是有代价的 有的时候这个代价 大到会让人无法承受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